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在这家屋啦 现在是10点了 一小时后就会半屋 现在就等着半屋公司的人来 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我家的情况 我的屋基本上是什么都还没收拾的 然后我的房间 然后一堆衣服 话说我今次就是叫Pudang Isha 所以基本上由头到尾都是不需要自己收拾 但其实我不想有潔癖 不过我不太喜欢有其他人碰到我的 就是我有很多东西都是不想被其他人碰到 半屋大家都知道一定会戴着手套 然后我整个屋都很骚髒 他可能手套摸完地下 然后又去帮你收拾衣服 我就不太接受到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包了 比如这些要的衣服我就全部包起了 然后这些就是等一下要拿去回收的 然后化妆品 还有这些我就会留给他们收拾 比如这一箱 这一箱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银食工具 就是我的相机啊或者是一些麥克風啊 这些装备都在这里 然后电脑稍后就会自己拿走 厨房是一点都没有收拾过的 超乱的 但是呢 雪果我就清掉了 也不算清掉 啊这个要拿走 这支酒 买了这么久都没用 我只买了50L的垃圾袋 如果再买100L的话 就会好装很多 但是这些装饰的那些 我全部都撕下来 然后这家房 这一房真的很灾难 这些衣服也是等一下要拿去回收 就是我轻轻手围包起了 但是 不管了 可能搬了它之后 这些重新再洗 对 我那些贵重的手袋 本身放在这里 然后我就另外找行李箱 进去了 然后这些呢 又是等他们来帮我收拾 基本上包完了 其实搬屋公司应该 遇到我这些客人 他们应该觉得很开心 因为假设我们真的可以 翘上脚是什么都不用收拾的嘛 但是 我自己就暗地捋 我觉得我收拾了很多东西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赚的 但是我觉得反正 国有所欲 我不喜欢他们碰我的东西 然后他们又可以快乐点 帮我完成整个搬屋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 何乐而不为呢 那在韩国呢 其实搬屋的方式有很多种 那今次就用 那我上一次搬来这里的时候 我就用 那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 铺钢屋就是 100%会帮你搞定 但是 你这些东西 全部是要自己收拾好 他们就只是 帮你搬一些大件的东西 那今次为什么会选择 因为 我奸屋实际上太多东西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收拾的话 其实是会 收拾得很辛苦 还有最重点的一件事 就是我上网找报价的时候 换铺针和铺针是差不多的价钱 那为什么我不找铺针以沙呢 所以今天呢 就是第一次体验铺针以沙 等一下果然 我是不是真的可以 搅起一只手 搅起一只脚 什么都不用了 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 不过不过 我觉得原来有很多东西 打算收拾香水 然后他说 你这样收拾不会破坏我 为什么不会破坏 他说你不要搞 让我搞 然后我就不搞 果然是专业的 对 半个钟收拾了一半 真的很快 三个人收拾 如果我自己一个人收拾 一个月 其实你觉得我们算不算休闲 算了 但是我觉得真的 垃圾先扔是对的 因为如果是他们搬到的过程 然后才问 这个是不是扔的东西扔呢 就很烦 所以扔得对我们 基本上我全部都是带走 小鹿啊 小鹿要小心 小鹿很重 怎么办 他扔不扔 我的小鹿啊 好 查多一次 最后的沙龙照 小鹿现在 其实真的很大 这样看 是啊 最近两年都有一些不舍 没有不舍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等于我之前搬过来的时候 我都没有不舍 因为新屋实在好太多 这间屋 住得舒服 但是我觉得不适合我 所以你说我喜欢不喜欢这间屋 一半一半 对它的情感是有好有坏 因为这个实在太不方便 这是迫使我要搬走的原因 我觉得没有好和不好 是适合和不适合 刚刚好 fit 哇 我想说 我搬进来的时候 是一架这样的车 但是现在是两架 哇 他们超快来 然后现在 就要用到云梯了 因为通常韩国屋的设计就是 可能是三楼以上 因为通常这些片栏 是没有套的嘛 所以它多数会有云梯 其实基本上一定要用 因为不然 你就这样用人搬走来 是会更加多钱 因为用云梯是十万一次 原来是第二架车来的 哇 哇 好快啊 比想像中快的 很多 现在搬在这个叔叔呢 就是说MIRROR很多化妆品 大叔完全是觉得神奇 哇 为什么可以这么多化妆品 现在厨房呢 已经是差不多还原到了 因为厨房的收入空间 实在很足够的关系 但是呢 阿姐来到呢 都很自然地把这些菇杯碟碟 这样 还原了那些櫃那里 然后有焗炉 还有这个 微波炉都已经在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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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现在呢 就 终于搬了 其实都比我们想像中快 那我们半个小时来 然后他们就迟我们一点 然后好像5点半这样完 没有他们 其实都觉得他们手脚超快 然后 现在的房子是 很乱 但是我们非常饿的关系 因为我们还没吃东西 所以现在先去吃东西 然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感受 第一次不是相机 我已经忘了有相机的东西 啊 吃完饭回来了 可以轻轻说一下 有什么留言 摆到他现在真的很累 太早起床了 我今早是5点就起床了 所以等到帮公司的人来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有点累了 开始没电了 虽然普登和伊莎斯 他们就是会 由0-100%都帮你收拾东西 但是呢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有什么不要的话 是真的要尽早清掉 我是有这个觉悟 所以我就在他们来之前 就已经清掉了 所以在那部分 我就觉得 我有浪费了一些体力 那我们12点来啦 其实一来就很快地收拾东西 就整天收拾了三個小時 收拾到三點多 又不可以比想像中快 但我覺得不晚 收拾東西那方面其實我覺得 可能因為我自己有收拾了一些衣服 所以剛才大叔也有跟我說 吸收你得 他本身有很多淋沈衣是放出來的 然後占占就說不如你用個袋子 載好它 方便一點又乾淨一點 後來我又聽他意見那樣做的 的確我覺得有多好 剛才大叔也把我的化妝品 我進了袋子就這樣放進他的箱子裡 所以又加速了大叔的效率 然後我的東西又沒有被他的手套點了 不是 他沒有戴手套 但他的手也會摸到四處的東西 不是嫌他們的髒 但因為始終有些傷 他點很多東西 是嫌其他東西髒 不是嫌他的手髒 都算是很快分門別類的裝了 我覺得在收拾東西這方面其實是不錯的 其實也不可以說100%真的繞在手等 因為你也要跟他說哪些東西要 哪些東西不要 可能會有些垃圾的時候 然後你就去清 我覺得這一種跟我想像中的全補充件事 是差不多的 可能會有更好一點 我不知道 因為剛才地生跟我說 你不用做事 什麼都不用做 你這樣坐在那裡 對 又見到別人做事 然後自己坐在那裡好像有點衰 有些人反而是自己想下手幫他 有時候見到床太重 我都想幫忙拉 但是他就說你走開 但是我覺得反而是 將東西歸位方面 我有一點點覺得 跟我想像中有一點出入 我不知道關不關我現在家 我還沒有收納東西的關係 不過我覺得就算有 他們的東西都不是歸得很... 我真的覺得如果你的衣櫃已經在 他會不會是真的打開你的衣櫃 然後真的逐件幫你掛 會 會 因為剛才他幫我 砌衣架 然後掛上衣櫃 但是剛才電視又沒有幫我設置 電視是純粹丟在那裡 就是這堆東西 他就這樣放在那裡 我預計可能是 這些盒子會全部放在後面 雖然臨墳姐 但是他們所有東西都要歸位 我不知道 其實是不是 因為我之前上網看的人介紹 就是說他們是可以完美地 真的連所有細節的東西都可以歸位 是啊 我也是這樣看 你這個假的東西都可以把你完全歸位 但是都沒有了 是啊 現在是空洋洋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 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是我的問題 還是他們這間的問題 還是什麼問題 而且廚房我就覺得有點客氣 因為他這樣一袋放在那裡 這些就整理得很整齊 內容這些就太多 這個袋子都幫你塞 全部都是這樣 一個袋子 對嘛 這裡都是一個袋子 你看 不是應該要歸位的 但其實我覺得它是暖風 它是沒有次序這樣排的 就是它是看到有位置就塞 它用它的方法去塞 但是我看之前人介紹的這款 是把你原本舊屋的那個 Secting 原封不動搬去新的 真的 對 所以 到底是為什麼呢 我就覺得廚房依依有一點點 隨便 好像想趕下班的感覺 可能或者是運氣的問題 我也不清楚 因為本來是預定昨天搬 但是昨天突然說下很大雨 因為我這次要用到雲梯 所以 就怕些東西會淋雨 所以就改了今天 但是今天呢 擔當廚房的依依是另一個 但是她今天就沒有空 所以就找了另一個頂題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就... 依依是誰 她非常八卦不斷問我是做什麼 她又很不想想 為什麼這裡可以有一個辦公室 到底為什麼要留在家裡 有一個工作室做什麼 是嗎?她這樣跟你們說嗎? 我聽到很多次說 為什麼要家裡有一個工作室 對 他們有這個疑問 我覺得都合理的 因為他們很傳統的韓國衣衣 一個家庭一個家庭就是 居住的 為什麼要辦公室 燈不會有那麼多桌 剛才她問我 為什麼你家裡有那麼多燈 為什麼我家裡有那麼多桌 因為燈 我聽已經有五眼燈 一桌應該也有五雙 你真的有那麼多貼影器材 裝備那些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我是做拍攝的 然後他們就 哦 果然也是在問 我覺得他們人挺nice的 只不過可能到最後的時候 趕下班 第一次使用雲體 然後 我覺得很方便 也看得出他們是輕鬆很多的 然後他們剛才也有說 其實就算你動建中國是有鈴鐵的話 如果可以用雲體 他們也建議用雲體 因為鈴鐵那些是要推來推 搬來搬來搬去 那個力量都會浪費一點 所以他說 他會推薦雲體 這次的費用呢 就是找了一個app來報價 本身六十幾萬都有的 但我就miss了 因為它只是24小時內 你要馬上回答 然後我就miss了 然後我就重新報價 然後最便宜就是75萬 WON就是這一間 所以就選了這一間 但我看到最貴 好像報了140萬 港幣一萬元 怎麼搞的 真的很圓 是不是真的如何完美化呢 可以 筷子都可以歸位 哈哈哈哈 筷子都是Sally 人數是一樣的 都是三個人的 我覺得要超過一百萬 我覺得太貴 因為這次我要加上雲體 所以要交多10萬 所以我這次是85萬的 85萬 港幣五千多搬一次 其實都差不多 跟香港搬屋 有這個報價以差的服務 真的很方便 所以她說她下次搬屋 都要用報價以差 因為我本身就是想著 不要搬 不如我這麼麻煩 要砍 要閘 見完這個服務 我真的覺得 應該可以搬 這樣 這樣 然後搬到我旁邊 然後直接 然後就可以走過來 跟我上班 那今天這個搬屋Vlog 應該就差不多了 好啦 那我現在也是太累了 我想不到要說什麼 我們下次片段再見 希望我這個room tour 可以快點進行 我覺得應該有點困難 因為首先我今天很累 明天應該也會很累 而且我很多傢伙都還沒來 我想買一張飯桌 啊 衣櫃 又沒來 所以應該也要有時間結束 廳會是最快完成的 所以可能之後可以快點拍到心事台 心事台應該也要在這個位置 有感覺 哎呀 好期待啊 好開心啊 好啦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再見到收看 Bye